乖 乖 乖 吃的不能 几年吃了 人手一个碗 在外面排队的 我都等了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 只有哪个包子 这个包子很好吃的 经常吃吗 天天吃 出锅就抢光了去是吧 一米五的大锅 做水煎包啊 出锅抢光 瞬间飞行啊 新天拍一家山东最火的包子店啊 开卖了啊 人手一个大铁盘 有点像丐帮大集会 你这是买多少个啊 用这个这么大的层次啊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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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锅不停的接着做是吧 嗯 为什么不多改一个锅呢 哈哈 锅上啊 发也发不赢是吧 对 发不赢卖不赢做不赢 啊 好 我来 出锅排队啊 都是人的 排队 山东最疯狂的包子 吃包子像丐帮打鸡汇 买包子可抢 再来一袋面 打鸡汁 一袋面 鸡汁 小鸡汁 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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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韭菜的 这个是包着肉的 这是每天要用的韭菜是吧 一天要用多少斤韭菜 50斤韭菜 这一锅是150个 这是调那个切皮水是吧 今天是放面粉就行的吗 放面粉 这个是个特制的大锅做水煎包 10分钟一锅 效率还是非常高 你们这一天用量多少油 两桶 两桶 这个面要用的多少袋 四五袋面 四五袋面 两桶油 都是大桶的还是 它这个都是最后淋一点油啊 所以这个包子看着有点油腻 但实际上一点都不油腻啊 准备出锅了的 有没有人觉得你的包子做得太大了 水煎包做这么大 我妈先一个你这不亏本吗 应该不亏本 应该不亏本 亏本不算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利润应该也不高啊 但是这个利润应该也不高啊 农村消费不很高 嗯 农村消费 多利多虾是吧 你这个一天可以卖几千个啊 五六千 四五千个 嗯 是从什么时候卖到什么时候 早上几点开门 卖到下午一天 嗯 吃包子必排队 咱们拿着 这才会儿吃 咱们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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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个小吃啊 但是来吃的人都是开车过来吃的 味道好啊 这小朋友喜欢吃啊 一早上都是吃包子的 明明都坐满了人 是不是本地人 对 经常来吃他们的水晶包 天天来 天天来 一次吃几个 人家吃6个吧 一次吃6个 那你这味道挺好啊 山东曹县 在这里吃他们的特色的水晶包 水晶包在这边卖的 非常的便宜 这么一大个 五毛钱 而且还是肉的 这个水晶包做得非常好啊 看还有个底壳啊 脆脆的 而且里面是纯肉的 非常的鲜香 走遍全国就没吃过五毛钱的肉包子 今天第一次吃 这应该是我吃过的全国最便宜的肉包子 不知道你们那边的肉包子现在多少钱一个啊 他们早餐的经典搭配啊 就是这个胡辣糖啊 和这个水晶包 这个胡辣糖有它的独特之处啊 它里面有很多粉皮 海带 这是鸡丝还是什么 面筋 面筋 这是面筋 这个水晶包它有两种馅料啊 一种就是这种韭菜鸡蛋的 另外一种就是鲜肉的 我们再尝一个这个韭菜的 它整个这个调味啊 调的是咸的适中的 差到好处啊 虽然我们湖北至于米饭为主啊 但是这样的面食还是吃的很习惯 一口水晶包啊 再来喝一口胡辣糖 虽然是五毛钱一个 但是一般一买的话都是以整数来买的 就是买一块钱的 它给你搭配一个肉的搭配一个韭菜的 这么大的包子五毛钱一个 这一大碗胡辣糖两块钱 三块钱吃饱吃好